此影片是使用测试服录制的 一切将会以游戏内实装为准 当然啊 兄弟们记得在正式服务也使用我们的创作者代码 Hey Brother Hey兄弟 我是空火发 我是布莱恩 今天就来到我们2发影片的时刻啦 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新英雄莉莉啦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呢 莉莉就是属于我们新一个神话级刺客型英雄来的哦 没错 她是一位武术的爱好者啊 为了了解 武术呢她就踏进了魔法森林啊 在那里呢 一只萤火虫还有一个石肉植物啊 就改变了她的人生啦 那莉莉在满等个血量呢就来到了8400点了 作为一名刺客来说呢 这个血量算是OK 没有问题的 她的移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哦 每秒2.85个啊 是用于来自杀敌人的啦 那在这里她的普攻几次突袭 就可以对敌人造成2400点的伤害哦 不过距离呢就非常短啦 只有2.5个 需要相当靠近敌人啊 才可以打中敌人啦 对啦 那莉莉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呢 她只有一发弹药槽的 所以呢 她的装弹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哦 来到了0.8秒啦 这位刺客呢就有一个相当有用的天赋啊 只要在指定范围内有敌方英雄呢 她就可以为自己刷大招哦 没错啦 这天赋呢跟康迪流失也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呢 如果靠普攻续大招的话呢 效率就是3发普攻啦 当她刷取了大招过的话就可以使出她的 移花借墓大招啊 向敌人丢出一个种子呢 如果命中到敌人的话 就可以将自己传送到敌人的身后啊 经过实测后呢 这个大招射程就有9格的 算是圆的哦 直线式的传送 但是呢 就不可以跨过任何的阻碍物啦 没错 一旦她的大招命中敌人呢 将会对敌人造成2000点的伤害 再闪过去敌人后面刺杀他们啦 那在这里有个小小缺点也就是呢 如果这个大招打不中敌人的话呢 莉莉并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传送的动作的哦 所以这大招呢 就非常适合用于刺杀行动 但是就不太适合用于逃跑使用啦 来到了第一个武装配件 帐木森林呢 可以让莉莉进入暗影世界3秒钟哦 那进入这个暗影世界呢 其实跟康迪六十的暗影世界 算是同一个暗影世界来的哦 也就是说如果对面康迪六十 把你的队友抓了进去过后呢 莉莉也可以进入暗影世界去协助你的队友啦 哇 这样子就完成一个二打一的操作啊 非常可怕 那来到第二个武装配件 落地生根啊 也就是莉莉下次使用大招的时候呢 会以暴陷的方式丢出种子的哦 并且将莉莉传送到种子的落地点 没错啦 靠武装配件丢出来的大招呢 甚至可以不命中敌人啊 直接丢在一个空地上面呢 也可以传送 相当的厉害 当然啦 如果是命中敌人就最好啊 毕竟莉莉的大招呢 本身就带有两千点伤害的 那来到第一个能力之星 盲刺在背啊 当莉莉成功传送到敌人的后面过后呢 他下一发的普攻啊 将会额外增加一千两百点的伤害啊 让敌人更加痛啊 那在这里一个小小用处也就是呢 如果莉莉成功传送后呢 下一次普攻就算打别的目标呢 也可以额外造成一千两百点的伤害啦 那第二个能力之星一夜之秋呢 就是说啊 当有敌人在莉莉的自动蓄能范围里面的话呢 莉莉的移速啊会提升15%哦 方便他更容易的嘴伤敌人啦 那在这里整体玩下来呢 莉莉算是一个非常敏捷的英雄 可以靠着武装配件啊 容易的贴近对手 并且进行一些暗杀行动啦 没错啦 莉莉这位英雄呢 感觉就是一波收割的英雄来的 感觉上对剑不是很强 但是一旦他靠近到你的话呢 随随便便就能把你收掉啦 那莉莉的造型呢 也就是草莓莉莉啦 在这里呢 就出售二十九宝石 或者是一千点闪光币的哦 武功大招都没有特效啊 主要就是外观上面呢 变成了一颗草莓的模样 如果兄弟们对莉莉非常有爱的话 就记得把它的专精练满啦 达到专精满等的时候呢 就可以获得费式狂魔的特殊称号 没错 这个称号听上去也非常帅气啊 兄弟们一定相当喜欢啦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 该分享给兄弟们 关于莉莉的小资讯啦 没错 那我们就在下部突发影片 再跟兄弟们见面吧 拜拜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 将会在每逢一三五 晚上七点 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